嗨 想說我又見到你了 嗨 您好 這是帶來了我的個人首張EP 音樂作品 唱一首歌來送給你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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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圓唱 這是你第一張的唱片對不對 對 算是我一個屬於我自己個人完整的一個音樂作品 那大家可以看看喔 帥帥的這個風暴 謝謝 謝謝 As usual 然後我知道這次你發那個唱片的裡面 其實會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對 你現在手上拿到我這個擁抱正圓唱的版本 裡面有附上了就是在日本拍攝的 寫真 動態寫真 動態寫真 DVD 收錄在DVD裡面 很開心就是這一次的所有的寫真作物 不管是動態還是寫真集 我們特別拉緊到了日本的石川縣 對喔 去拍攝 所以裡面會有很多 你會看到平常比較不一樣的正圓唱 當天被我穿給你 在我世界裡 都遇上我只愛你 走上去 看上去是綠色的冷靜 畫送你 你最喜歡的顏色是HAPPY 然後我知道你為了籌備這張的EP之前有做秘密訓練喔 有一年的時間喔 是大概是 辛苦嗎 這一年的時間其實也還蠻辛苦的 對 是在訓練上面 因為其實工資對我的訓練它算是保密階段 所以你在遇到的一些困難啊 或者是一些心情低潮的事情 是時間你沒辦法跟你的好朋友去分享 我覺得算是算是有一點那種與世隔絕的那種感覺 就比如說在練舞的階段 我每一天都很像是上班打卡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面對的就是音樂 然後鏡子裡的我跟我的舞蹈老師也是我的好朋友牛奶 對啊他好像對於很嚴對不對 他對我非常嚴格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他都一直一直發出這種聲音 練舞爬舞的階段追人辛苦 但小鐘的表現得到認同 那算是對他最大的回報 這段時間就大概為期了十幾天 然後一直到了MV拍攝的當天 才開始跟外面的人有接觸 比如說是MV的導演還有志玲 志玲這一次跨高來合作 用一首戴著陽光的歌唱 一首歌溫暖你的心 讓我跟著聽 一切都忘記 一切的靈怨 都不像在安靜 你就是和我心默默的關心 默默支持我呀 讓我差不多都無法 對我 讓我用心為你唱一首歌 我不会再寂寞 那这次跟我们聊聊你的歌曲 还有音乐的style 那歌曲上面 你自己有没有说最爱的一首歌 除了唱一首歌之外 第一首唱一首歌 其实我整张EP的名字 就叫唱一首歌 其实顾名思义 这个唱就是郑元昌的程度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叫不死心 不死心 它是一首非常慢的抒情歌曲 然后它算是我的一个 很私密的感情观 所以每次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告诉歌迷 就是一个很赤裸的郑元昌 说要告诉你的一个爱情故事 我只想对你说 不死心的默认是我 不知道拼音下算不算不知好歹 只知道不如你爱 你时间会崩坏 也要爱不爱 也爱帅不帅 你明知我会摇摆 你今天不爱 但如果我 2019年是郑元昌全面转型的一年 踏进2010 还有更多的计划 会让粉丝们惊喜 在明年 其实我期待 在世界上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新的尝试 然后我也会去完成 我的舞台剧 在2010年也会有第三轮的巡演 也会马上再来到香港 跟所有香港的粉丝们见面 我也期待是会有新的戏剧作品 那好 那我们期待你的新的作品 然后当然要希望 这一张的你首张的EP 可以有很好的销量 谢谢 也希望你可以不断的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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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